记者张轩哲台中报道,台中市长林家龙今日指出,因为上一届市长选举大赢国民党胡志强21万票,这一届再赢21万票不是不可能,因缘县驱山、海、屯正纪经营,目前都维持非常大幅领先,最重要是真正让市民感受到现任者是否有做出政绩,对连任有信心。 林家龙上午参加弹子国民运动中心兴建工程动土典礼,针对媒体询问对年底选举连任问题,林家龙表示,任何选举要问一个问题,台中是否变得更好,而且深耕基层,台中市625里走透透,绿营非常团结,这不是一场个人秀,这四年台中的改变大家有目共睹。 林家龙指出,是因为上次选举赢21万票,山、海、屯正纪经营,目前都维持非常大幅领先,比较市区部分,因为大家都当立委,各有自己经营理念,这不分会更加努力。 最重要是真正让市民感受到现任者是否有做出成绩,挑战者是否有好的主张,能够有一场良性竞争。